好 耳仔你好 今天知道你第一次和谷迷共渡的午餐 是吧 是呀 這是一個很私人的午餐 今天很好 因為我們這次是通過一個 我代言的活動 然後他們贏得那麼勇敢 今天坐位 我印象中是第一次 好像約會式那樣 和他們一起吃午餐 很開心 我也是有點緊張 平時見他們是 沒有那麼正常 但他們今天 因為這間餐廳也很漂亮 他們又穿得很優雅 所以教得我覺得有點壓力 是嗎 剛剛又有做完巡唱嗎 是呀 我們做完新加坡 都開心了 其實 因為都很多年沒有在新加坡 我33年在新加坡開的唱 今次回去 然後又看到很多觀眾 因為新加坡很特別 就是他們公開那個 官方的廣播系統 他們不可以播廣東歌 所以Mingley也是國語歌 我也沒有想到 國語歌已經出了十幾年 但他們還是很疼 所以我很感恩 今年可以在新加坡開演唱 看到你疫情後 開了很多的演唱 有沒有統計過自己開幾場演唱 如果我三個系列 就是連上紅本 然後到會展 還有我們澳門這個 加上 到新加坡應該是八十九場 今年就真的會減兩萬 除了有些之前已經簽了養會 繼續做之外 其實我們沒有新的演唱 即是留回多些在香港 要做一下歌 我覺得真的 音樂始終都是 你沒有歌 你做concert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覺得作品是很重要的 那想到一些什麼 報答那些歌迷的東西 你之前拿到叱測的那個 是啊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本身是過年前 做一個借票的掌數 他們說要在永副 哦 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 上星期還只有十幾度 那夏天來了 讓我身體有準備得好一點 我們也不只是想做一個胡鬧式 或者一個純粹自己 給FF的借票 而是希望真的 會不會通過借票的這個活動 可以有多些 purpose 或者可能我們會不會 可以找到一些慈善機構 或者有些其他社會性的benefit 所以我們都搞定了 我想問一下郭榮富 有沒有打算穿什麼款式 哈哈哈哈 這是一件頭的 男生好像沒有三件頭 哈哈哈哈 我一向都是根據這個 國際慣例 我都是一個游泳的好手 哈哈 如果在水裡面的擴作能力最小的話 都是三角 嘩 嘩 要想再右邊一點 就是減少阻力 那些就不是運動 那些是表演成績 那用什麼方法保持好身體呢 蛤 要保持身體呢 要不要再練習一些伏技 那我代言這隻的氣泡手 哈哈 那不是 我想完就是做運動 其實做好運動 我這兩個月開始 自己會運動 真的會操練一下 那畢竟都要再擁護 我覺得 有些受地心吸力下墮了的位置 都要提上去的 很難得來到這個年紀 就是我的粉絲都還有興趣看 有沒有使用Stanley為目標啊 嘩 他那個天花板很難 他 我 我操練到三分一都很難 我們來到這個年紀 我覺得 有足夠的體力都很重要 所以吃是很重要的 因為好像 Stanley 要操練到那種事情 其實真的 要很有 一天 真的 數著吃幾次 我記得有一次 和 Tyson出街吃飯 他真的帶著一個磅 就是 很小時候 那些 方太以前煮菜那些小磅 他真的要秤著那些 那我就 沒有很得住 我覺得 喝喝食食 對於我來說 是我人生當中 一個很大的享受 但是他們見到自己 有八個腹肌 然後兩個大空肌 他就覺得好個人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 有一個好 我也有粗肌的時間 我二十幾歲 也有 打遊戲機那種粗肌 不是啊 我真的有臉 喂 大家在網上找方 我有一張 全裸的poster 是Liquid的舞台 哦 很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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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次是 真的全裸型的 所以 人生我猜 操得最厲害 是那次 接著要試回 那個為目標 嗯 做不做到呢 我覺得 人生有願望 是好事 以你的假AI圈子 有啊 哇 我覺得簡直 細思極恐啊 是 那一口 英文的口音 直接我覺得 咦 為什麼我的圍頭畫 那些口音都沒有了 就是 我不可能講到 因為它尽量是澳洲的口音 是的 但是我覺得是很 很多人害怕 就是它真的用AI 分析了我的聲音 然後連畫面 連口音都說了 他們是 唔想要提媽媽小心一點 所以你打來都不相信 可能 我媽連我都不相信 你甘信 不應該說 我想明年有提我的粉絲 因為我也知道最近開始有一些假腳IG帳戶到處去 那些叫什麼呢? 去approach那些歌迷就說 Hello 我是Heinz 多謝你的支持 但我是不會這樣說的 而且我們自己都如果不是一些 urgent 譬如說可能他有病痛或者不是一些很突發的東西 其實我不會私底下在IG DM我的歌迷 有時候會 他們拍張我很漂亮的照片 或者是弄張我很噁心的樣子 我都會 DM 他們 但是你說這一類特別說的話 我又要籌款整歌 反正他們都是那幾條橋 又說我拍過MV又不夠錢 然後我心想你真的不知道我老闆是誰 你沒有採中那支話 有 有沒有透過可能損失了多多 都大價格 我知道 所以我從今年開始我覺得 我以往就很少去reangle這些價格 因為我自己私人的Facebook 我的朋友很多時候都說 就算他們不是celebrity 他們都會有價格 我以為這個是一個比較普遍的 而且都沒有什麼人上檔 直至我知道開始有些歌迷 受到這些滋擾 甚至可能已經有些損失 所以這次我們的reangle是很快的 我們馬上找了這個 跟著也馬上出了相關的一些聲明 還有我們都有跟一些網絡安全公司 開始彈性 就是說我們要全網去找這些AI 因為它開始變成一種犯罪 不過我有看過廣告是一個電子遊戲 一個 還有它可能是遊戲都是假的 它不是說我真的買這個遊戲 而是你原來下載了你的遊戲 你給完錢它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我不想我的粉絲 或者支持我的人 沒有什麼好選擇 還有我覺得這個會有一個趨勢 我不會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五月份 我首先有一個展覽 有一個 我覺得我在英國這十年的時間裏 裡面最多 銷量最好的一張唱片 叫做Sensus Inheritance S.I. 我們的粉絲 簡稱 一張買白色黑白照的封面的唱片 那張在到今天為止都還在賣 我也覺得是很長壽的唱片 我們就想把一些原始的錄音資料 可能只有我把人聲 或者一些沒有經過tuning 經過任何聲音處理的原聲 去給大家聽聽 還有也會有限量的一隻腳下膠 那就是有這張唱片裡面 一些主打歌的outics 就是我們網公開過 也都沒有最後選擇 收錄在最後版本裡面的outics 因為我覺得現在 無論對任何香港的遊客 內地遊客也好 還是海外的遊客 他們都開始喜歡香港的深度人 就是他們看了一個不一樣的香港 所以我們都覺得 作為我的歌迷 我也想讓他們更加知道 其實他們賣的一張唱片 是怎樣去製作的 所以我們這次是一個 比較幕後的展覽 我自己也會聲音讀行 就會告訴他們 其實這張唱片 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和怎樣做 所以那張唱片 其實我覺得 令我很體驗到天道囚禁 我們做了兩年 真的很用心做這張唱片 有些工作室會開過 五月 五月我現在暫時 和經理我們勾了四天出來 我就會 做一些工作坊 天天不可以說教授 但我會把自己的經歷 比如說 可能做傳媒 做娛樂學業的一些心得 和朋友 跟報名的朋友 上課的朋友 分享的朋友 希望無論他們是做 Marketing也好 還是做 金融也好 我總相信有一些在社交 和在職場裡面的經驗 是不可以幫到他們 因為我覺得 2024年一開始 整個世界已經不同了 和去年也是另一個局面 所以都很希望 今年通過你的工作坊 通過我自己的經驗 去幫助 一些 可能有時候會有 某一個階段 比較迷惘一些的熱情 有沒有計劃到 今年會出多少首歌左右 今年 我們Target 就希望做到四個 因為我也想出一些快歌 好 試試出慢歌 慢歌固然之 耐聽我很好聽 但我也想 有些輕鬆一點 特別夏天有禮 會不會跳舞 嗯 概質的那些 即是 不要深深受 夏天那些 那不是 大家都不同風格 我是補蓋 那些已經有概質 但我要補蓋 所以 看看今年有什麼新的教育 我想不可以 很小心 天晚上 USB 它都在 嗨 咦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